好 也是受到三級警戒延長的影響 今年東海岸大地藝術節 月光海音樂會 原定七個場次是全數取消 那東莞處表示 原定七月二十四號舉辦的 海歌山河售票場次 即日起到七月二十七號晚間的十一點 來辦理退票 並且是免收百分之十的手續費 而且我們又有四級 然後我們又是強調表演團隊 跟觀眾的互動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整個性質 很難在整個全場能夠要求 所有的觀眾可以戴好口罩 或保持安全距離 那如果整個的限制之後 又失去我們原本 越光海音樂會的這樣子的質感 所以我們正好忍痛決定 所以我們今年的七個場次都要取消 雖然音樂會演出的場次取消 東莞處表示 藝術家駐地創作的部分 仍然會如期進行 因應未來疫情的變化 東莞處目前也考慮了 把已經完成了作品 以影片的形式 轉為線上展覽的方式來呈現 希望還是可以讓民眾留下 對月光海音樂會的美好回憶